最近一款麦当劳新出的现实产品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 由于外形酷似中国油条 更使得旧金山湾区华人踊跃尝试 我第一次反映这个对华人是比较受欢迎的时候 或者是因为我也是经常看我的微信琴吧 然后看到一些华人朋友连一些中国的朋友也在问我 你们那边开始在卖油条吗 我们这个donut stick是从二月中型刚好是在亲人节那个时候卖的 为什么选择亲人节是因为刚好就是亲人节就是两个东西刚好配合吧 那我们这个产品是属于我们卖咖啡一个新类的一个产品 刚好咖啡跟donut stick是很好一起配的 然后这个东西卖的挺好的 特别是在我们华人这方面 因为很多人感觉它有一点像油条 所以虽然油条比较经常会配豆浆 我们这边配咖啡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产品 donut sticks are actually very good and this is actually my second time trying it it's kind of like the similar thing but they have a similar taste today we got five 这个卖的还不错啦 每天差不多有五六十条啦 但我们有一些餐厅可能比较多华人区域可以达到一百 我们一开始只是在早餐的时段 那有一些餐厅因为很多客人 他可能早餐之后来然后还想要我们就开始前天都在卖这些油条给他们 不是油条donut stick啦 当然这个事情因为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有气吧 所以我也是跟他们讲 你们现在推这个产品比较有中国特色 卖的不错 所以他们也是受到这个反应了 新的产品肯定是会的 然后那如果是特意的做关于像一个中国的产品 那我这个就不太清楚啦 但是我也是喜欢也是多一些跟我们中国华人有气的一些产品 也是也是挺有意思的 摆文不如一试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替大家买来尝一尝 传说中的麦当劳油条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好那现在呢在我手上的就是万区华人未知雀跃的这个所谓的麦当劳的donut stick 现在呢我就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那从这个外观上来看的话 这个donut stick和我们的油条呢还是有所差距的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迷你版的油条 但是呢这个形态上还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 口感还是非常相似的 有一种脆脆的这个毒水油条的一种特殊的质感 而在甜度上呢因为它增加了肉桂啊 所以比我们普通的油条呢吃起来会更甜一些 尽管和油条还是有所差距 不过这个donut stick还是可以帮助咱们旧金山的湾区华人一姐思乡之情